你好,财经揭露,喂,大家好 这一部片播出是十七月一号,星期一 上午八点钟播出,我们是说说股的 最近的股市也有反弹的 看上去好像环境不是很差 有一次看到比亚迪又好像弹了上去 又开始公股、配股 喂,刚志余先说什么 我想这样说,我就很快地说一说 其实我觉得市场走到这里,其实就有一些很鸡辣的 因为真的那些动力就不太见到 因为待会我们会看到几只股票,跟大家分享 即是上和跌的方向都不太清楚 不清楚,而且市场很容易出事 即是买变变,买升,买跌都可能很危险 是的,还有个别股票呢,我看完之后的感觉不好受 那也是,各韭菜的情况也很严重 我自己觉得,逢是升得高那些,这一期就一下子打下来 例如我在街上开始吃饭或者走的时候 听到别人说什么煤炭股啊,什么限电那些 上个星期就全部打了 跟着之前炒那些铜铁啊,那些国外股又飞下来 2600中旅那些飞了十几个百分之一日 你说能够有稳定升幅的股票,有没有呢? 没有什么,真的不是那么多 如果你是牛市的,你始终有一些领头羊啊,是不是? 有些股票会一直升到你不信的,OK? 但是这些股票多不多?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海志光,你想不想到呢? 现在进入11月了,其实现在前面 我看你中美争霸呢,就看到美国要倒下来 你说到,是不是? 美国又不是倒下来,不过他里面也有很多内斗 就好像特朗普现在就控制了共和党 跟拜登之间就真的很多内斗 但是拜登那边做些事情又挺黑人真的 比如说那些什么同性戀的交通部长 看到那些交通都乱了,他去放产假 但是他不是真的老婆生个儿子 而是他修养了个BB而已 他搞机会不会有老婆的 这样,就是在玩些东西 说我是同性戀 我现在拿了特权要告假 就是里面很多的斗争啊 大家不妥对方啊 现在的时势差了上来 我已经是平时时势没那么差 我已经在喊交了 时势再差点,会不会拿刀斩对方呢? 这个危险在这里 因为在这里了 而且你进到冬天了 你始终在疫症那里 都是一个 现在要谷第三针 疫症可能比较多的 听起来好像不行 没错了 没错了 在外围的环境里面 美股就很高了 是不是? Facebook里面 圆宇宙啊 玩到这些东西了 那 究竟 其实会看到的风险也是在 那你们也是南海 就继续热闹了 是不是?何志光 大家很多军事演习 你搞我我搞你 因为台湾说了些东西 说他当地有些美军 驻扎了在那里 那大陆就立刻做些东西 去做些军事演练 那些东西 都好像不是很努力 因为 在台湾有美国驻军 其实就令到大陆很没面子 就是国家专严被潜答 是一件很大的事 就是原本你偷偷地放几个美军 在里面搞什么搞什么 我不知道就算了 就算我知道我也扮不知道 是不是? 就是周围去开会 聊聊天就算了 就是你说训练人 那你没有说你是美军 我不知道就算了 你说到有些美军在那里住宅 那就落了大陆面 但是 现在不是90年代 这个面是受不了的 就是你这样落面法受不了 一定要报仇的 所以那件事是 后续应该还有很多事情 其实不是很对路的 今年之内打仗是有可能的 是 还有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随时无端打仗 那就打仗了 是 但是当然了 就是这么说 基金经理基金界的人 就是想做好今年盘数 然后就让投资者看 那大的投资者看完之后 下一年出粮就再买些基金 是不是? 就是这样想的 他们的想法就是最好下年 今年我先代代平安 没错了 没错了 他们是想的 但是问题就是事实 能不能做到 我刚才说到也有很多原因 有没有这样的魔法 可以给他们一定出现这几十个月的 bonus 这个没人知道 我和何智光都不知道 总之是有这样的风险在 其实呢 我自己个人觉得上个礼拜 最劲的股票就是比亚迪 最劲的一只叫比亚迪 那我们看看公股消息 是啊 看公股消息先 市传比亚迪摺让最多7.8 配售5千万股 筹近140亿 哇 都很多钱了 140亿就 是啊 很多钱的 所以比亚迪是一间公司 我觉得 由头到尾都是财艺超卓的公司来的 是啊 就是 那我们看看比亚迪的报价那里 有些数字可以和大家分享 这个星期五收市就296.6 就是300元 那就是如果配售 它是8%折扣 那一飞下去就 不见20元左右 大概是这样的 那应该明天回来 可能近180 170多那些 那我猜而已 这个我不知道明天怎么 那市盈率 我价格了 就170倍了 OK 那有一点很特别 每一手500股 你要算买一手 都要148000一手 明白吗 何志刚 为什么不拆开呢 这个 这个是高级赌厅 不想你和我去炒 是啊 实力少一点也炒不到 买一手都难 是啊 高级赌厅 那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 如果逢是要10 10个10万才买一手 那些 他不是预理散户玩的 是基金与大户之战 OK 所以这些这样 我不敢说 比亚迪是割韭菜 可以割韭菜 不是割散户韭菜 要割就割基金 那也有点良心 即是 换句话来说 我不能这么单纯 就说他升得多 那就会说他会跌 那些 明明一日参与的人 都不是平民百姓 如果这样 通常有一天 他拆势 有一天 变势的时候 那就变成 各省户韭菜 可能是 但是现在也不是 OK 所以他现在的升跌 我真的不敢说 哇 市盈的170 那很贵啊 会跌 我不敢这么说 因为特意看到他真的 14万才能买到一手 那去看一张图 OK 看一张图 突然间都升得多 这个是8年的图 那他起动的时候 是20年中起步 是啊 一升就几倍了 是吧 是 这一年多 他都升得很厉害了 我要这么说 喂 你记不记得 新世界系列那些怎么玩的 他们的股票 或者某一些 就是 就是 杀到散户 趴在那里 那些股票怎么玩的 就是这样 十年都不升 一升就爆到 不知道妈妈都去到哪 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你见到 东股之前 就推到破顶出来 也都是配合了 不知道是不是配合了 又是这么巧 Tesla在美国也是这样 想打穿顶 是 世界首富的 马斯克说 没错 所以电动车又运行 就是这个 这个灶头 那 何志光 根据你的政治触觉 你觉得 1211 会不会是中国里面 最厉害最大的 那间的 电动车呢 还有 电动车 接下来 是不是真的可以 买这么多车 赚这么多钱呢 你觉得 真的 他的股价值不值 这样的钱 我就不懂得平 但是 国家政策呢 是的 而且确是扶他的 就是 共产党自己是想扶他 这个是事实 就是 不可以说不是 因为 他们 整个中国 在政治上 觉得 对外面的石油 那些 依靠太多 那 用电动车 这个东西 是国家政策要推的 这个是个事实 嗯 嗯嗯嗯嗯 但是你说 会不会炒得太厉害太过分 那我就不敢说 可能是 是的 比亚迪一间这么少 会不会扶一扶扶几间 但是比亚迪这样升的原因是陪Tesla一起升 Tesla的时间性差不多,19年 Tesla跟上海签约,年底就开始生产了 19年,然后升了,Tesla在那里颠升的时候 现在比亚迪又陪他一起升 他跟Tesla的时间是一样的,很明显 这些环境我不会讲基本因素的 因为以前每次狂潮都是 电动车已经第二波了,早几年已经开过一次 这个实际点,因为Tesla真的大量生产了很多车 他又大量去卖,然后变成了一个热潮 就好像真真正正流行起来,大行其道 我不是在扶他或者踩他 但是Tesla现在,太多人扔了很多钱,给Tesla 给了个铜镜给大家 所以令到比亚迪,那些人觉得Tesla贵了 那我不如来买一下你比亚迪 所以很多人,Tesla的明星效应扩散了去 去益了你比亚迪 如果Tesla没有事的话,比亚迪暂时会不会有事呢? 我就不知 不知 但是很明显Tesla如果暂时没有事 可能帮到他,我相信 基金推销,做一些股票那些都是的 就是,你有个灼头在这里 整个灼头出来,什么都好啦 自然有人用钱进去买的 我们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人 例如最喜欢说,2000年的时候 那些手机只是打电话 所以就把电话放进去,就变成Smartphone 就炒到拆天了 相对于来说,我觉得Smartphone 就是你现在身上,你这么多年了 那些股价大家都忘了了 原来这么多年都坐艇的 那时候做了2000年,做了个顶 到现在都不见了,股票那些 关于Smartphone的,或者这类概念的 总之是炒过年,炒那些事情就没有出现 炒那些事情就绝对是海鲜价之中的海鲜价 那将来冷静下来的时候,又是另一回事 你这么说,这一刻就可能熬到的 一段时间的 但是两三年后就未必有这么厉害了 可能未来几个月就音乐椅 音乐停了,那就糟了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盈利 是 你可不可以真的50,像Tesla 就是长期的 50万一架电动车 30万一架电动车 是吧? 加上现在社会环境整个经济的趋势 是向下走的 是吧? 关于社会旺的时候 买一架漂亮的电动车 你一百万二百万都有人买 但是你现在变成平民化的时候 我想可能都是十万八万一架 在大陆是这些钱的 大陆将来可能越来越便宜 十几二十万而已 在大陆是正常的 这个盈利自然会低 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一百五十、一百八十 这些市盈率怎么办 算不了 总之不要紧 现在既然是疯狂的派对 那就疯狂 大家一起 短时间内一定疯狂的 我就看的 我和何志光看的 那怎么办呢? 好了,以上是没有投资 其他纯粹个人分享,OK?